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每天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 神的话带着能力 神的话带着权柄 神的话带着智慧 神的话带着非常多 他丰富的应许和恩典 不要只是听恩典365 真的鼓励你 打开圣经一起来读 我相信当你自己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 你会有更多的领受 是超越恩典365 这短短的三五分钟的时间 上帝祝福你 在神的恩典当中 领受从神来的话语 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分享到说 亚伯拉罕他通过了神给他的那张考卷 那个测试 然后神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是敬畏神 谢谢主 求主使恩 我也常常在想 我有很多的服事 我的服事也很忙碌 感谢主靠着神的恩典 我的服事好像看起来也有一些果效 但是上帝怎么看我呢 在上帝的眼中 寇少恩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还是寇少恩 也许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有很大的 很多的事情都抓在你自己手上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 有一段时间我在侍奉里遇到了一些很大的困难 我跟神闹脾气 就是神就告诉我 有一天在祷告的聚会当中 我在那里安静 神给我一个话说 寇少恩啊 你侍奉越多 老我越大 什么叫老我越大 就是我很大 我的想法 我的决定 我要这样做 我的逻辑 神我不相信你会这样 可是 那些都是我啊 你有没有发现 神给我的这句话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说 我这个人 能不能够在神面里存着敬畏的心说 主啊 愿你兴旺 让我衰微 你是主 你说了算 我少说话 我就是降伏在你面前 而这样子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跟生命 跟我侍奉多少 没有太大的关系 神说 寇少恩 他反而责备我说 你侍奉越来越多 但是你的生命越来越不好 你越来越骄傲 越来越自我放大 越来越觉得 我的想法很重要 我有沒有被尊重很重要 我的这些想法 其实才是对的 才是逻辑的 神说你把我放在哪里 谢谢主 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从人来看 神给他这张考卷 真的很没有道理 好像几天前我们说 鸡兔同龙 谁会把鸡跟兔摆在一起 但是 考的根本就不是那个 考的是 你能不能够算出 在那个逻辑里面 你能不能够有一个合适的答案出来 我求神帮助我们 你也在那面对一些事情 你觉得可能没道理 不合逻辑 但是 神考的不是那个 神考的是你的顺服 神考的是你的敬畏 神考的是你愿意把主权交给神 当你真的降伏下来的时候 你会经历一个恩典 就叫做耶和华以乐 神的身上必有预备 因为神根本就没有要 亚伯拉罕真的把他儿子献杀 那只是一个考题 神在乎的 不是他有没有把儿子杀了 神在乎的是 谁是主 愿主今天也向你说话 这样 神在乎ков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